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相处 钟南山院士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联盟首场研讨会上认为 疫苗是获取群体免疫最佳路径 并透露 目前中国有三种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乐观估计可用还需一年半时间 据悉 目前全球共有七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应对疫情全球化 钟南山院士认为防控的关键在于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 大规模展开的地毯式追踪离不开基层社区的支持 社区支持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